这个是俄罗斯最北端的城市 贝维克 到后边就是北冰洋 往东走 一直到白丁海峡 到太平洋 真是一生一次的这种探险 上一集因为河水太深 我们在康塔瓦岩河边被困了三天三夜 为了寻找过河的途径 我们沿着下游来回走了20多公里 不仅找到了过河的地方 安纳托里还抓到一只鲑鱼 在补给只剩两天的情况下 我们加起篝火烤鱼 配着方便面的酱料 感觉非常的满足 等了三天后 我们准备沿着康塔瓦岩河的下游 几公里处过河 走之前我们还是不甘心 于是再次试试从最宽的主路过河 也许这几天的水降得能让不过 对 不太好 对 但是 如何是吗? 好 深深 但是 现在开始是不甘心 对 是的 那是危險 沒有 Kyle 是的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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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終於過這條河了 真那麼不容易 還是等了三天三夜 我們上游下游走了有二十多公里 昨天 走了差不多有三萬多步 然後找了一條能過河的路 沒想到今天早上水降下來了 我們居然能從這個主道過去 太不容易了 再過十八公里還有一條河 看看那條河怎麼樣吧 不過過夜這條河了 心好開心 真的好開心 這條河叫咕嚕巴雅 好大呀 這條河叫咕嚕巴雅 這條河經過幾天不下雨 現在水並不深 但是河水仍然湍急 河床都是大石頭 可以想像水沒降之前 這裡得有多麼可怕 這條河是溜之間 這條河的 pakai水 在框蓋上 cred可以 下游快 很快 這條河 dah 現在還有一個 發揮 是的 OK, yes OK OK,我只是用了一些 用了一些枕 OK 我认为我们能把所有的电池放进去 我不知道 从另一边的电池放进去 你明白吗? 我明白吗?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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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心内承担的压力就像一块巨石 在把两辆摩托车安全地运过河后 现在我们终于 终于解脱了 来自内心的欢乐 就像涌泉一样冒出来 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路过这条路上唯一的矿场 Valunistoy矿场 里的保安非常严谨 不让拍照也不让过夜 但他们还是非常热情 不仅免费给我们加满汽油 还让我们在食堂吃饭 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大箱的食物 广场的人说 30里外路边有个小屋子 可以过夜 等我们到了 终于发现里面全是耗子屎 而且小的只能睡一个人 于是我就在外面扎营了 早 今天是从北极到台平洋出发的第八天了 我的天哪 我们过了两条大河 然后前面还有一条大河 不知道会不能过去 不过昨天我们路过了一个当地的矿 据说是一个金矿 特别特别大 门口要保安什么的 所以他们给我们了补给 给了食物 给了油 但是没法在这边住 所以今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我们就到这个 下一个河边就住了 我这边就是我的小卧室 就是这八天 包括之前 从那个比利比诺到佩佩克那段 四晚上都是天天怎么睡的 这是 我的枕头 枕头很容易 就是一个T恤 干净 然后呢 这是里边放的衣服 底下再不够高的话 再放一个裤子 就这么垫着 然后弄个T恤这么着 舒服点 这就是枕头了 然后呢 在北极这边 虽然是八月份了 必须戴个眼套 不戴眼套的话 根本睡不着 要不然早上三点就亮了 头灯 嗯 夜里还是需要头灯的 手表 看看早上几点起啊什么的 是吧 所以现在是七点半 充电宝啊 GPS之类的 相机 贵重物品 放在这一块 然后这边呢 这是乱七八糟的洗漱用品 一般的话 在帐篷的外边 我这边放头盔和我的一个大的干包 看现在天气如何 蓝天呐 但是没有太阳呢 自己被遮住了 一早我们遇到了两位热情的卡车司机 人烟稀少的地方 人们相见总是倍感亲切 这应该是最后里头大河 因为几天没有下雨 过河还相对容易 这是道路线 对 肉丝多的地方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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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处我们看到一只棕熊 为了拍照 安纳托里拿着相机往棕熊的方向追去 因为我没有带长镜头 我老老实实地坐在车上 心想 万一踪行改变主意 开始追我们呢 起码我能骑着摩托车逃跑 我真没想到楚客就这么美 真的太美了 现在晚上六点 离Vicano 离我们的目的地 白陵海峡 还有差不多四五十公里吧 然后我们现在在看快日落了 现在很漂亮 现在特别期待一个热水澡 从佩维克到这边的话 今天第八天了 八天没穿内裤 八天也没有洗澡 这次旅行太不容易了 真是一次 这个一生一次的这种探险 我非常的幸运能来到这里 之前看了地图的时候 总觉得这里是一个一片荒野的地方 一个没有人 一个没有颜色 世界的尽头 没想到来到这发现只有山 有水 有五颜六色的植被 有棕熊 有驯鹿 特别特别美 在北极的这段日子 我经常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探险 我每次去探险 别人看到的也许只是辛苦和猎奇 那对于我来说 意义是什么 离着目的地越来越近 傍晚的夕阳照在我的背后 这些疑问 以及这些天来的焦虑 恐惧和疲劳 一下子消失了 只留下前方的这条路 这条通向百岭海峡的路 这个时候答案开始浮现 正是因为一次次的探险 挑战自我的内心 我才越发清楚地知道 我究竟是谁 这些游泳 那是好 这是一个视频的视频 这是一个视频 我会拍摄一个视频 非常感兴趣 这是一个视频 对 是另一个视频吗 是 没有轻轻 好的 再一次 好的 兄弟 谢谢 恭喜我们 你和我 到达终点的激动之情 易于眼表 我和Anatoly在这里停车合影 这段时间以来的争吵分歧 在我们的拥抱中 烟消云散 温厅 谢谢 我и的态度 这我的故事 我们是用水分开 你通过来到 准备我 对我 我 need 我 我